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瑞安·霍利迪》的宁静的力量 瑞安·霍利迪,美国知名作家、媒体战略家 霍利迪曾从事营销工作,并成立了一家创意公司 为谷歌、泰瑟等大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还为许多知名作家提供咨询服务 内心的宁静仿佛一剂清凉之药,让我们警醒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仅深入了解到中西方哲学的精髓 以及史上各界名人成功的核心经验 还能够发掘自己内在的致敬力,缓解外在的压力与无序 以静制胜,从容智慧地应对生活与工作中的难题 找到达到目标的通途 读完本书,你会学会拥抱宁静的力量 你上次停下来是什么时候? 放下你的设备,无视你收到的通知 只是花点时间安静片刻 你有多久没有活在当下,思考和反思生活了? 在今天这个忙碌嘈杂让人分心不停歇的世界里 我们的内心很难保持宁静 但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领导人都认识到 宁静是一种秘密武器 它给你带来清晰和创造力的时刻 帮助你控制脾气 并为你创造空间去欣赏和享受生活的乐趣 本书所受的宁静并不意味着不活动 它是关于改变你生活的强大时刻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保持宁静 即使世界在你周围旋转 通过本书,你会了解到 白宫园丁如何帮助总统把世界从何毁灭中拯救出来 为什么砌砖能让温斯顿丘吉尔发挥出最佳状态 关于通知设置 拿破仑能教给我们什么 在一个繁忙嘈杂的世界里 宁静是和平清晰和幸福的关键 公元一世纪的一天 罗马的权力前客兼哲学家塞涅卡试图工作 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塞涅卡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噪音 从他房间下面的健身房里 运动员在举重时发出的咕噜声 到下面街道上的狗叫声和小贩的叫卖声 塞涅卡的内心环境也同样混乱 他的经济状况不佳 他的对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也失去了赞助人尼禄皇帝的好感 总而言之 这种情况不利于完成任何事情 更不用说深入思考 创造和决策等有价值的事情了 这是我们许多人今天认识到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 环境甚至更嘈杂 除了塞涅卡所处环境的嘈杂声 我们还可以加上大声的手机通话和头顶上的飞机 我们的压力来自过多的收件箱和持续不断的社交媒体通知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塞涅卡能够通过拥抱宁静 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那么什么是宁静 它可能看起来很抽象 但当你经历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曾经非常专注 然后突然爆发出洞察力 这就是宁静 如果你曾经站在观众面前 把几个月的练习 投入到一场强大的表演中 这就是宁静 如果你曾目睹过蓄日缓缓升起 为生命的简单现象感到温暖 你就会感到宁静 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 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 我们是完整的 他写道 所有的随机和近似 都是坚默的 这就是为什么赛涅卡 能够消除他混乱的内外环境 找到必要的宁静 写出深刻有力的哲学论文 这些论文影响了今天数百万人 赛涅卡相信 如果人们能找到内心的宁静 他们就能思考和工作 哪怕周围的世界处于战争之中 赛涅卡生活在几千年前 但宁静的力量永存 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和宗教 都接受了宁静的概念 并且各个宗教都各自给它起了名字 包括佛教 穆斯林 基督教 在世界各地 在整个历史中 都可以找到宁静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如何找到内心的宁静 首先 放慢节奏和抵抗住我们的直觉 能让我们度过最艰难的危机 1962年10月15日 约翰·肯尼迪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他睡觉的时候 中央情报局确认了 苏联在古巴建造的核导弹基地 距离美国海岸不到160公里 突然间 美国受到了可能发动核攻击的威胁 当时肯尼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他知道 如果苏联的挑衅升级为战争 至少七千万人可能会死于核攻击 他的智囊团给出了明确的本能建议 侵略必须以更强的侵略来对付 因此必须摧毁导弹发射场 问题是 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了 就会引发灾难性的核战争 接下来的13天 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 尽管这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 肯尼迪还是承受住了他肩上的巨大压力 他是如何清晰地思考 并成功地度过危机的呢 首先肯尼迪放慢了速度 他没有仓促做出决定 而是一直在思考 他当时手写的笔记 证明了他利用了冥想练习 他一页又一页地写着 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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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领袖 领领袖 领袖 在一块板上 他画了两艘帆船 平静地航行 肯尼迪自己没有时间航海 而是在白宫的游泳池里游泳 给自己留出思考的空间 他也在玫瑰园寻求宁静和孤独 后来他甚至感谢了玫瑰园的园丁 为解决这场危机所做的贡献 最终他宣布封锁古巴 这并没有解决危机 但肯尼迪认为 让他的对手苏联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 有更多时间和空间来思考 比迅速取得成果更重要 赫鲁晓夫确实思考了 危机爆发11天后 这位苏联领导人写信给肯尼迪 他写道 如果肯尼迪不表现出政治加班的智慧 他们就会发生冲突 导致相互毁灭 于是危机结束了 关于拆除导弹的谈判开始了 肯尼迪把世界从一场全球性灾难中 拯救了出来 不是通过锤胸显示力量 也不是通过威胁侵略 而是通过找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宁静 仔细考虑他的选择 并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其次 活在当下 限制生活中的投入 2010年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将宁静变成了耐力的壮具 在79天的750个小时里 他静静地坐着 每一刻都全神贯注 他和1500多个来拜访他的陌生人 分享他的宁静 坐在阿布拉莫维奇对面的访客 发现了这种体验很有力量 有些人哭了 因为很难简单地体验到 另一个人如此完整 完全地存在 那是因为今天 我们主要是想摆脱当下 我们不是简单地欣赏 美丽的日落 而是拍了一张照片 或者 如果我们在家里 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我们的大脑会飞快地列出 需要做的事情的清单 排队等待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时 我们会不停地看手机 当我们不断被信息轰炸时 我们很难活在当下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迫切需要掌握这些信息 阅读每封邮件 每天多次查看新闻 查看社交媒体上 朋友的实时更新 相反 我们应该从拿破仑身上 学习人生经验 这位伟大的将军 故意推迟回复信件 他告诉秘书 要等整整三个星期之后 再拆信 当秘书终于把信拆开 读给拿破仑听的时候 拿破仑很高兴地注意到 那些本应紧迫的问题 往往都能自行解决 这并不是说 拿破仑玩忽职守 远非如此 但他具有选择和限制 自己投入的智慧 他告诉他的信誓 永远不要用好消息 把他从睡梦中吵醒 这些好消息可以等着 但坏消息需要立即将他含醒 因为拿破仑说 那时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所以要建立一些纪律 使用请勿打扰来阻止来电 将电子邮件转到紫文件家 和那些给你的生活带来不必要麻烦的人 解除好友关系 用一种更哲学更长远的视角 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屏蔽掉无休止的信息和世界的喧嚣 你会找到宁静 第三 写日记 可以帮助你深刻地反思你的生活 并清晰地思考 1942年6月12日 安妮·弗兰克第一次写日记 她写道 她希望能把一切都写在日记里 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 仅仅24小时后 安妮一家就被迫躲避纳粹 安妮继续写日记 即使在她和她的家人 处境艰难的情况下 这种习惯也继续给她带来 有价值的见解 她发现 写作可以是一种观察自己的方式 就像你是一个陌生人一样 给你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你的行为 她曾经写道 如果每一个人在一天结束时 都能审视自己的行为 那他们将是多么地高尚 当然第二天 我们都会努力做得更好 安妮·弗兰克 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例如斯多格学派哲学家塞内加 每天晚上都写日记 她不放过任何细节 不隐瞒任何残酷的事实 她说 在写完之后 她睡得很香 历史上还有很多著名的人在写日记 包括奥斯卡·王尔德 维多利亚女王 网球冠军马蒂娜·纳夫拉提洛瓦 和棒球明星 肖恩·格林 毫无疑问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写日记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研究表明 写日记有助于恢复创伤事件后的幸福感 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正在经历离婚的人们发现 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经历记录在日记中 他们会更容易继续前进 所以为了躲开日常生活的噪音 专注于一天中最重要的反思 试着拿起笔和纸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以赛涅卡为例 一定要面对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 为什么我今天对这件事如此激动 为什么我要在意给同事留下好印象 今天的问题如何揭示了我的性格 诚实和深思地面对这些问题 将确保你从日记中得到最多 开始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怎么做 何时何地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安静的时刻 来倾诉你的心事 通过写作和思考找到宁静 晚上写日记 或者早上写 或者在火车上坐五分钟 只要你能做到 这可能是你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 第四 学会沉默 能帮助你真正倾听 生活很吵闹 电话响了 通知响了 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戴着耳机 用新的噪音 屏蔽掉不必要的噪音 坐在飞机上 你会发现 我们是多么依赖噪音 来避免安静 我们看可怕的电影 或听播客 而不是安静地坐着 思考我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当我们可以利用沉默 带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时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思想 转向分散我们注意力的噪音呢 这些财富是实验音乐作曲家 约翰·凯奇深刻理解的 凯奇一向很喜欢安静 1928年 在一场高中演讲比赛中 他甚至主张 美国应该设立一个全国安静日 这是他探索沉默 真正意义的开始 凯奇最著名的作品 名为四分三十三秒 这是一篇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 这是一段四分钟三十三秒长的 不间断的沉默 在钢琴家第一次演奏这首曲子时 听众们坐在那里 听着一片寂静 在乐曲的第一乐章中 他们能听到大厅外的风声 在第二轮中 雨点啪哒啪哒地打在屋顶上 表演结束后 凯奇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说 沉默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所认为的沉默 其实并不是沉默 因为它充满了意外的声音 通过给人们沉默 凯奇帮助他们 开始真正的倾听 对于那些生活太过嘈杂的人来说 这里有一个惊艳 安静或者没有噪音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集中注意力 找到清晰的思路 找到宁静 领导力专家兰德尔·斯塔特曼 为首席执行官和华尔街领导人提供咨询服务 他曾经研究过商界大人物 在休假期间是如何充电的 他发现 他们会花时间在噪音最小的环境中 享受长距离自行车 游泳或潜水等活动 在那里 这些领导人通过逃避那些 充斥着他们工作生活的声音 重新获得了能量 降低噪音 有助于我们发现 对周围事物的更深层次的意识 这可能意味着 当钢琴家安静地坐在钢琴前时 他能够意识到雨落在屋顶上 或者这可能意味着 在你骑自行车时 突然想到了解决商业问题的办法 第五 我们只有拥有平和的心灵 和平和的心态 才能真正快乐 2008年6月 老虎武辞赢得18栋季后赛 第三次赢得美国高尔夫公开赛冠军 这是他在重大赛事中的第14次胜利 有人形容这是这项运动中 所见过的最好的胜利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整条腿都断了两处 那是武辞职业生涯的巅峰 但不久之后 武辞的世界崩溃了 整整21天 纽约邮报的头版详细报道了 他与色情明星和女招待的绯闻 以及在教堂停车场优惠 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小女儿优惠 他的秘密生活暴露了 武辞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 没有赢得另一项主要赛事 正如越南僧人 一行禅师所说 虽然海洋表面看似静止 但海底却有水流 老虎武辞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以在压力下找到平静的能力而闻名 但事实上 他完全受潜伏在表面下的 强大激流的摆布 一旦你了解了老虎武辞 是如何被培养成冠军的 这就不足为奇了 他的父亲意识到高尔夫 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于是会在武辞试图开球时 吸斥他 称他为混蛋 或者在高度集中的时候对他进行辱骂 他的母亲威胁说 如果他毁了他为人父母的名声 他就会揍他 用武辞自己的话来说 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 被培养成一个冷血杀手 他不停地练习 他的训练 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冠军 但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困扰 这迫使他忽视和背叛他的家庭 追求不诚实和最终不满意的事情 后来武辞反思了他生命中的这段时光 意识到如果你一直在撒谎 生活就没有乐趣了 武辞的故事表明 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伤害了自己的灵魂 那么对任何事情的不懈追求 都是不值得的 正如我们所见 在商业或体育活动中 宁静有助于提高效率 但如果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 我们更像热血沸腾的愤怒的公牛 而不是我们想要成为的宁静的僧侣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的幸福 我们生活中的满足 来自获得灵魂的宁静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约翰·肯尼迪的行为 并非都体现了保持宁静的理想 在美苏两国军队处于冲突边缘的时候 肯尼迪曾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 与惠顿学院的一名19岁的学生会面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在关键时刻被自己卑劣的欲望引入歧途 但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龌龊 花点时间想一想 你有多少是被欲望驱使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欲望的牺牲品 无论是对一个漂亮的人权利 最新的苹果手机还是金钱 如果我们被欲望过度驱使 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满足 这是因为肤浅的欲望 与那些导致更高尚的追求的欲望不同 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 希腊哲学家 罪恶感上 而不仅仅是婚外情的刺激 一旦你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 就会更容易迈出通往宁静的重要一步 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东西 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和约瑟夫·海勒 曾参加过一个亿万富翁豪宅里的派对 冯内古特问他的朋友 得知他们的主人在同一天赚的钱 可能比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有史以来赚的还多 作何感想 海勒回答说 他拥有这位亿万富翁 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 他知道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了 海勒的意思是 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 这种接受足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他带来了宁静 从匮乏和与他人的比较中解脱出来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渴望更多 提醒自己 海勒满足的拥抱足够 在他说完这些话之后 海勒又创作了六部小说 但他这么做 不是为了向自己或其他人证明什么 当一个记者批评说 海勒的作品没有他的第一部作品好时 海勒能够平静地反问他 谁有 第七 沐浴在美好中 可以帮助你保持宁静 整理自己 1944年2月23日 安妮·弗兰克爬上了他家人藏身的阁楼 他和彼得 一个和他们住在一起的男孩 也是犹太人 坐在他最喜欢的地板上 他们透过一扇小窗 看着这个与他们隔绝的世界 看着湛蓝的天空 栗树在他们下方 鸟儿在空中俯冲 这两个人被迷住了 后来安妮在日记中写道 只要有阳光和万里无云的天空 他就不可能悲伤 安妮·弗兰克写道 即使在不幸中 美依然存在 如果你用心寻找 你就能找到幸福 安妮和彼得的美来自自然 这并非巧合 当我们沐浴在真正的美中时 自然世界带给我们宁静和力量 在日本有一种概念 叫做森林狱 这是一种利用自然 来治愈精神创伤的疗法 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 在古巴导弹飞机期间 肯尼迪在白宫的玫瑰园 找到了宁静 当然我们自己 不可能经常进行森林狱 居住在城市的人 可能接触不到 那么鼓舞人心的环境 也不可能总是去荒野 寻找美 但如果我们能在平凡中 发现美 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 看到它 罗马哲学家和皇帝 马可奥勒留就是这样 马可奥勒留 通常被认为是一个 黑暗压抑的斯多格主义者 他生动地描写了 在平凡中发现美 他谈到 面包在烘烤时裂开 裂开的裂缝 吸引了我们的眼球 激起了我们的食欲 他甚至在死亡中发现了美 他写道 我们应该优雅地来到 我们最后安息的地方 像成熟的橄榄树一样倒下 感谢给予它生命和成长的树 所以无论你在哪里找到自己 从马库斯奥勒留和安妮弗兰克那里获得灵感 注意你周围的美 在我们的大多数生活中 你所发现的宁静可能是一种很少被欣赏的现象 但它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个角落 你只需要花点时间 用心寻找 第八 体育活动对于宁静是很重要的 培养一种爱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无论以谁的标准来衡量 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都是富有成效的 26岁时 他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 他之后在政府任职长达65年之久 作为英国的战时首相 他帮助击败了纳粹主义 在他漫长而多产的一生中 他还写了40多本书 发表了2000多篇演讲 丘吉尔选择的体育活动是砌砖 退一步说这很不寻常 他从查特维尔庄园的两名雇员那里 了解到这一点 很快就爱上了这种混合沙浆 抹上灰泥堆积砖块的冥想过程 在1927年写给当时的英国首相 斯坦利·鲍德温的信中 丘吉尔写道 他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月份 除了担任部长职务 他还每天写2000字 砌200块砖 据丘吉尔的女儿玛丽说 砌和他父亲的另一个爱好 绘画不仅仅是消遣 他们也是他抑患抑郁症的主要良药 这两种活动都让他有了智力上的解脱 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锻炼身体的机会 要想成为丘吉尔那样有成就的人 培养精神和身体都是一大步 而业余爱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伟大 同时也是业余爱好者 早在丘吉尔一代人之前 曾四次担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拉德斯通 就爱好砍伐树木 约翰凯奇喜欢采蘑菇 南美革命家西蒙·波利瓦尔喜欢跳舞 因此考虑一下 什么样的体育活动 可以帮助你从工作或生活的压力中释放出来 让你找到格拉德斯通 在斧头敲击橡木时所获得的宁静 或者丘吉尔敲击砖头时所获得的宁静 但无论你选择什么 你都应该适度 第九 拥抱睡眠并保持适度工作 会帮助你保持最佳状态 虽然丘吉尔在自己的庄园里 发现了砌砖的乐趣 但在古巴 他可以说是有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它不是一种军事战略或手段 而是午睡带来的能量 当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意味着要保持活跃 找到让自己精力充沛 充实自己的方法 但我们很容易在活动中 过度集中精力 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做的那样 在我们的社会里 为了在办公室多待几个小时 而放弃健康 太常见了 银行家、律师和初创企业创始人表示 我死了也要睡觉 他们正在进行另一个令人疲惫的转变 但是真正的伟人 像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人知道 无论我们多么活跃 都不能忽视睡眠这一简单的力量 睡眠是需要保护的东西 因为它能让我们表现得最好 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 对小提琴大师进行了研究 发现他们平均每晚睡足八个半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盹 更重要的是 优秀的人比表现不佳的人睡得更多 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好处 从根本上说 接受你需要停止工作 睡上一觉的事实 是一个了解自己极限的问题 而保持适度 是另一条通往宁静的道路 我们中有太多的人 想要做太多的事情 19世纪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阿尔伯特王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阿尔伯特亲王 不仅认真对待他 作为亲王的角色 他甚至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了 没完没了地开会 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 他投身于1851年的 大英帝国大展览的组织工作 这是一场为期六个月的 大英帝国庆典 他在这个项目上 花费了数年的时间 活动要开始的时候 他告诉家人 他觉得自己像是死了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 但阿尔伯特的健康 一直没有从这次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 当他在1861年去世时 他的医生认为 他持续地过度工作 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他真是拼了命地在工作 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 总是做不完的事情 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需要恢复邮件 我们必须参加最后关头的商务出差 停止这样做 活在当下 了解你自己的极限 保持适度工作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关注你的身体健康 关注你的精神和思想状态 你就能培养内心的宁静 你可以感受到宁静的力量 所以凡事放慢节奏 让事情冷静下来 静下来心 拥抱今天的宁静 最后 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真正伟大的人 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品质 即使周围一片混乱 他们也能保持内心的宁静 我们所有人都能从 更多的宁静中受益 从专注于压力的时刻中受益 从专注于困难的时刻中受益 当我们找到内心的宁静 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 我们的决定和我们的生活 而不是被我们周围 混乱的世界影响 此外作者还给出的建议是 把你的东西处理好 我们生来赤裸 之后才开始积累东西 我们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满足 富裕的生活是丰富的人生和经历 而不是小摆设和昂贵的衣服 所以拿几个垃圾袋 把不必要的东西装进去 把这看作是一种为你的思想和不重要的事情 腾出空间的方式 换句话说 是为了创造空间来保持宁静 好了 宁静的力量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